把全中国的人拉进一个群里能实现吗 截止2019年12月 微信的日活量约10亿人 日均发送消息约440亿次 平均每人每天发送44条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在这个群里说话 那么可以得到 14亿乘日均44条 约等于616亿条每天 那么每秒钟大约接收多少条消息呢 71万2963条 要接收这么多消息 你的手机肯定不能实现 你需要花大约136亿 在北极建立一个云基站 来储存的每秒70万条数据 因为散热问题必须得在北极 这是最节省的方式 然后花大约24640亿 相当于广州市2019年的GTB 从北极开始建立基站和通讯卫星 来接收这些消息 这么庞大的数据 用4G给接收到什么时候啊 5G就够像 并用6G技术来接收这些消息 不过遗憾的是 如果你四大姑在这个群里 发一个一分钱的红包 你前面那些钱就全白花了 因为服务器直接炸了 世界上最刺激的运动 峡谷秋千 喜欢浪的人一定要看完 每年的4月份 位于德州的尖叫谷 就会聚集一大批所纳师傅 追求刺激的青年 在腰间细一根绳 然后纵身一跃 飘倒在峡谷间 左纳声尖叫声 不绝于耳 跳下去的瞬间 加速度相当于站在分车旁边 这项运动已经分离了多个地区 相信喜欢浪的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吧 有句古诗形容这项运动 两岸原声提不住 左纳一过万通山 你知道未来我们所居住的房子 是什么样的吗 新华学子给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们设计出一款新时代庭院房 所谓庭院房 就是拥有两层楼高的私人小院 以及一块几十平米的土地 种花遛狗 聚会聚餐 都很方便 这对于找到哪都要种菜的国人来说 简直就是分水保地的存在了吧 不仅如此 庭院房还融合了四合院的色彩 走出家门 就是室外街巷 无聊了 就到每层牢的公共娱乐场所 和街坊邻居 聊天聚会 生华感情 此外 小区不再建设停车场 你可以通过自人载车系统 把车直接开到家门口 听起来很贵的样子 实际上取消了费钱的地下停车场 建筑占地 以及成本 和普通牢房差不多 人脸支付真的安全吗 在面部识别技术 被广泛应用的今天 你的脸真的靠谱吗 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在3D打印技术下 打造出一款高精度人脸面具 纳米级还原了人脸的结构 特征 表情 甚至是毛孔 并且进行了一项测试 在面部识别技术 广泛应用的中国商店 该团队使用这个面具 骗过了所有APP的人脸支付系统 仅靠一个模型 就能进行商品购买 不仅如此 在世界第三大机场 该团队用同样的方式 成功骗过了后称 最敏感的自动动机系统 这可能意味着 你在网上发布自己的高薪照片 就会对自身的隐私造成危险 其实不然 这个团队时至今日 也无法破解 能熟练使用美颜和P图的 中国女人面部 如果地球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 南方人的冻暖呼声 还会那么高吗 想法有点天马行火 但中国还真的造出了另一个太阳 它就是东方超环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磁约束装作 能让海水中大量的刀和穿 在高温的条件下 像太阳一样进行巨变 为南方人 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类 提供无限的清洁能源 因为实验中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所以需要人造太阳 以最小的空耗 获取最强的磁场 以至于约束高温废料 据了解 一杯海水所产生的清洁能源 相当于300公升汽油 一旦实现大规模的量产 利用现有的海水 南方人的冬天 也可以像北方一样 穿着短袖 赤着雪糕 看着雪了 蹦极也能发电吗 瑞士公司就推出了一个 比较随意的蹦极发电系统 不过本次主角并非人类 而是混泥土 它通过起重机 使水泥从高空重复抛下 产生动能 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 有人要说了 下面的水泥 难道是自己爬上去的吗 其实不然 这是一种能源利用方式 发电产生的能源 会比消耗的能源多得多 而且这个蹦极系统 发电一次 能为2000个家庭 供电一整天 就连这水泥宽 还是从垃圾堂 捡来二次加工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木星 是不是就可以买得起房了呢 木星的体积 是地球的1300多倍 放张图让你感受一下 这是把地球所有的陆地 拼奏在一起 放在木星上的样子 木星的质量 是地球的300倍 引力是1500倍 理论上 如果我们生活在木星 人类的身高 不会超过20厘米 木星的自转速度极快 大概是地球的5倍 所以木星的表面 常年会刮着 时速约600千米 每小时的电磁风暴 也就是说 你在木星生活的话 是不用考虑交通工具的 乘风归去就好了 木星的地表温度 大概是2万摄氏度 而亮度 是着地球的1万5千分之1 最主要的是 木星大约每年会遭受 10万次以上的归星降机 如果人类生活在木星 我大胆猜测了一下 人类大概长这样 房子买得起买不起 再先不贪 长成这样 你头傻 渣男上心了 站在科学的角度讲 渣男属于孤儿 是一种无父母的状态 科技解码 解码不一样的科技 如果人类能100%的利用太阳能 那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太阳距离地球1.5亿千米 以至太阳每秒向外释放的能量 约为28600亿亿兆瓦 每秒向地球释放的能量 约为4乘10的25四方胶尔 而这仅仅只是22亿分之1 人类合理利用的就更少了 如果用俩锅盖 把太阳整个罩住 完全利用太阳能的话 2019年 全人类的能源消耗约为 3.89乘10的20四方胶尔 根据以上计算可得 仅太阳每秒释放的能量 够全人类用8650年 如果有这么一天 我大胆猜测了一下 你回屋睡觉 不小心把客厅灯关了 你妈生气地说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浪费呢 这灯就不能全天开的 哎呀这孩子真不懂事 科技解码 解码不一样的科技 太阳分之一 最好 太阳分之一 解码不一样的科技 未经计划 我们的科技 好 总之一 我 解码不一样的科技 但是 是 相对 我们就先把感觉